十号对战九幽傲凶险万分 险些被其一招绝杀 幸亏轮回之力爆发神威 十号将九幽傲变成小狗仔踩在了脚下 书接上回 当众人认为掌握天缝宝树的与无敌 立于不败之地时 十号周身也在发生变化 它头顶上方出现了一株黄金铸成的柳树 每一根柳条都在汲取九天精气 迅速补充几身 这正是柳神宝树的天赋本能 当年十号在学习这种宝树时 所要掌握的第一要义就是生命 借此感悟天地间的长生因子 只是在战斗时 十号用到更多的是攻击方面的能力 围观的众人目瞪口呆 两人血拼到了这一步 原本都以血气亏损 如今竟然又变得强盛起来 下一刻 与无敌低吼到九转天弓 整片乾坤岛翻了过来 仿佛是要将十号碾碎 十号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它立刻施展六道轮回天弓 从虚空中开启了六道神秘的门回 这乾坤仿佛是被撕开的六个窝口 那碾压十号的秘力全被吸引了进去 十号双手结硬 不断变化 六道门户吞噬进去的秘力全部倒转 反向轰杀施展九转天弓的宇无敌 不过宇无敌丝毫不慌 他再次施展天弓进行阻击 并冷声说道 这才是第一转而已 还有八转 天地每转动一次 力量变加厚一重 看你接下来如何应对 十号淡然地说道 你不会认为只有九转天弓拥有第二转吧 六道轮回也有很多种阐释 紧接着十号起手势不断变化 六大门户合一 形成一个漩涡 像是要将与无敌吞噬进去 让他经历生死轮回 六道往生 而与无敌似乎也是看出了九转天弓 无法抗衡六道轮回天弓 他对着天穷嘶吼起来 身体急速膨胀 竟然化成了一头骨兽 这只骨兽长有狼头牛角 且眉心有一只树眼 凶残无比 身上则是布满黑色的鳞片 如同乌鲸在闪烁 在其背后有着九条尾巴 每条尾巴长有一颗 不算太大的龙头 有人失声惊呼道 这竟然是传说中的 实兄之一 九幽敖 他浑身散发出 惊天的杀意 而后腾空跃起 向着十号扑杀过去 面对如此强敌 十号以雷蒂宝树 加持昆蓬翅 与九幽敖的牛角 撞击在一起 刹那间 火星刺剑 声音烈乾坤 天地都剧烈晃动起来 十号感到手指一阵剧痛 九幽敖的牛角实在太坚硬了 他的拳头上 竟然留下了丝丝血迹 这还是他的拳头 第一次在硬拼中受伤 不过这次对拼 也是远远超乎了 九幽敖的想象 他本可以直接撞碎 十号的手骨 结果只是皮肉破碎 下一刻 十号周身金色羽毛飞舞 化为无数神剑 斩向九幽敖 并且他双拳化成 两口金色漩涡 施展出了 鲲鹏法中的 金悬波纹弓 想要将九幽敖的牛角扭断 当的一生 九幽敖身上的黑色鳞片闪耀 阻挡住了那些金色羽剑 其背后的九条尾巴向前刺来 九颗龙头全部张嘴 咬向十号的身躯 十号急忙撑开 唯一洞天进行阻挡 可他仍然感觉洞天 在被对方撕裂 这种情况可怕到了极致 换成其他年轻至尊 恐怕会被瞬间咬成碎片 十号放弃防御 将洞天彻底炸开 暂且逼退了九幽敖 重新获得自由 而后十号利用鲲鹏急速 绕着九幽敖展开功法 但九幽敖的速度并不弱于十号 两者全找交机 接连大碰撞 不时有鲜血剑起 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已经大战了1500回合 对于十号来说 这绝对算是一场恶战 很少有人能将他逼到这种地步 对方不仅实力极为强大 生命力更是惊人 难以杀死 九幽敖在与十号的大战中 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变得疯狂起来 在一声震天的嘶吼之后 不光是他的凹头向前扑去 身后九个尾巴上的龙头一如此 十号那堪称万法不清的洞天 竟然被击穿开来 紧接着九幽敖咬住十号的躯体 猛力扯动 将他直接撕开 血水染红长空 这一幕让众人震惊不已 有长老叹息道 不愧为师兄 勇猛无比 他来荒的时代要结束了 被九幽敖撕咬 注定要死去 可突然间人们察觉到了事情不对劲 十号虽然被九幽敖撕裂 但最终还是稳住了 并且有一层涟漪扩散 仿佛是要将九幽敖禁锢在洞天内 显然十号这是故意露出破绽 又敌深入 以此禁锢住九幽敖 下一刻十号全面爆发 各种无上宝树竞数施展 将九幽敖打得惨叫连连 在断掉三根尾巴之后 九幽敖才拼此突围 摆脱了洞天的束缚 他在动用涅槃之力后 几根尾巴再次重生 依旧凶残无比 转眼间 两人再次大战了三千回合 所有人都看出这一战已经临近尾声 双方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涅槃之力与柳神宝树 虽然可以复原身体 可却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站到这一步 他们都已无法继续施展 然而就在两人打得难舍难分之际 九幽敖眉心的树眼 射出了一道光束 带着滔天的死气将十号刺穿 有人惊呼道 这是死亡之眼 可以杀人于无形之中 这种大神通称的上京士 早先九幽敖隐忍不发 为的就是完成绝杀 就在众人认为十号必死无疑之时 反转又出现了 十号身体发光 轮回力跟柳神法一起交织 将那道死亡之光 从十号体内逼了出来 而后他大喝到一声轮回 古闻交织 全部轰杀向了九幽敖 这一次十号体内的第三至尊宝树无比活跃 直接将轮回之力 推向了有生以来的最绝颠 庞大的九幽敖直接被阵飞出去 并不断缩小 最终化为了一尺长的小狗仔 十号毫不手软地将其踩在了脚下 他不断挣扎 口鼻喷起 先任那边很多人大喊道 我们认输 还请你手下留情 他们非常担心 生怕十号一脚踏死酒油熬 那样的话损失无法计量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战会以这种结局落幕 传闻中的实兄竟然如同一只小狗仔 被十号踩在了脚下